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今天帶大家用芽菜來打蔬果汁 這是7月3號昨天 我在我們竹賦聯盟台南戰所的廚房 為大家拍攝的 因為我想還是把這個流程拍出來 這樣會比較清楚 先洗菜 芽菜的清洗很簡單 它下面有一層紙 所以我們把芽菜拔起來 然後用飲用水過濾水 稍微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芽菜全株都可以使用 千萬不要剪 因為所有的植物的籽 其實都是生命的泉源 它的營養素是很豐富的 我自己的習慣是用一份芽菜兩份蔬果 水果大概一份就好了 蒸熟的南瓜或地瓜也很好用 因為它可以增加你的飽足感 有的時候可能我早上起來 就打這麼一杯有加南瓜或地瓜的 綠拿鐵當早餐 因為我是用一般的果汁雞打 所以我會盡量切小塊一點 這邊看到有青花椰苗 芙A 小黃瓜還有把辣跟香蕉 夏天的時候我會用薑黃粉 薑黃粉記得一定要加油 甜酒量也不錯喔 都可以嘗試 今天很多社員問我 蔬菜要不要燙 有的人會覺得生菜 可能稍微含性重了一點 如果你有這樣的疑慮的話 你蔬菜就稍微過燙 但是記得你的水溫不要太高 不要用滾水去燙它 然後大概10秒到20秒左右就可以了 芽菜不用燙喔 蔬菜類就用當季 我就看我們合作社 現在架上有什麼蔬菜我就用什麼 然後我會盡量把我平常少吃的蔬菜拿來打 這樣你才能夠營養均衡 而不是老是吃你喜歡的食物 你喜歡吃的蔬菜 喜歡吃的水果 這裡看到我用的是常溫水 或微冰水就可以了 那今天在戰索打給大家喝的 我是用優格 優格、豆漿都可以 然後你記得堅果燕麥片 還有現在有的白木耳跟蓮子都可以加 看到這裡我用了一小匙的薑黃粉 薑黃粉記得要搭配有營養素 才可以釋放出來 其實在你不斷的打出果汁的當下 你就會累積很多經驗 然後知道怎麼樣子打 顏色比較漂亮 因為有的時候打出來的綠拿鐵蔬果汁 顏色很奇怪 其實你在喝的時候你也會怪怪的 然後這是紅龍果 夏天的紅龍果或者是甜菜根 甜菜根其實對身體也非常的好 有鳳梨的時候我會加 因為有些水果它是有酵素的 但是我自己水果吃的比較少一點 合作色架上的乾燥優格粉也可以 我每天都很習慣打一杯蔬果汁來喝 然後用我平常比較少濕的蔬菜 那像芽菜呢它有很多我們一般蔬菜吃不到的營養素 所以打蔬菜汁啊有芽菜其實真的非常的好 又方便 堅果有骨類都是很好的添加品 這是7月4號今天在戰索為大家示範的 看到了有芽菜蔬菜地瓜水果優格跟蜂蜜 今天打給大家喝的是用優格的喔 有的時候太苦會加一點蜂蜜 所以大家打給小孩子小朋友或者老人 喝的時候其實可以加一點蜂蜜也不錯 看到這邊有一個基本組合 一芽菜二蔬菜二水果 當然都是看自己的狀況來做著亮的增減 相信今天有喝到的人都很開心喔 那麼我們大家一起來打蔬果汁吧 謝謝大家 你們 謝謝 謝謝